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剧就 跟大家分享这个答案的内容 就是FD1623答案内容 今天被分 被拿出来之后 很快媒体有自己的方法了 因为他被拿出来之后 是交给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里面有一些更改 就是所谓被修改过 他修改的部分很有限 他应该把那些关键的人名给去掉 但是媒体有他特别的渠道 有他的敏感性 所以基本上他能够掌握到具体的人是谁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面揭示了 他们各拿了500万其实 是美国的总统乔拜登拿了500万 亨特拜登拿了500万 这是在这位举报人 这位举报人在跟这个乌克兰的叫BRISMA的高管 在交谈 屡次交谈的过程中 他的谈话记录被他所掌握的 所以这笔钱就是从亨特拜登的那家所就职的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支付的 那这家天然气公司一直想进入美国境内来做生意 他们就雇佣了亨特拜登 但是亨特拜登被这家天然气公司解成是个笨蛋 完全是个笨蛋 笨蛋加混蛋 所以笨蛋加混蛋的没办法 其实他们就反过来透过亨特拜登直接找他父亲 找到乔拜登 但其实亨特拜登的笨蛋的原因是因为赖账多要钱 让他爸爸再要一份 所以这就迫使了乌克兰公司就给了他双份父子各一份500万 然后父子各一份500万是透过10个以上的不同银行的账号 来支付的 没有任何一笔钱直接支付给了拜登总统 当时的副总统 在透过10个以上的不同银行账号支付的背景之下 他们的信条就是让调查人员 让调查人员用10年的时间也找不到这个钱的出处在哪 这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基本上这东西都兑现了 跟这个国会所寻找的故事基本上兑现了 在这个川普胜选之后2017年 那这位举报就这位情报人员跟这位高管在交参的时候问过他 问过他的内容就说你对川普的对川普的当选怎么看 那他们的乌克兰人表示非常害怕怕被调查 非常怕被调查 所以就后来出现了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对川普的第一次弹劾 正是川普找到了佐伦斯基要求佐伦斯基提供对拜登家族的有关贪腐的调查 在那个背景之下那民主党人发力对川普进行弹劾 所以在整个民主党人的体制下在保护拜登的罪恶 大家懂了 以这个弹劾川普作为手段保护拜登 为乌克兰为今天的佐伦斯基来作证 来提保护伞 那佐伦斯基当然他就不敢动 他肯定不敢动 那今天为什么在民主党政府对乌克兰如此的支持 对乌克兰他任何意愿都没有 他唯一的意愿就是保住拜登 保住拜登才能保住与拜登相关的所有民主党的高层 这故事基本在我眼睛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第一次对川普的弹劾完全是为了民主党保住拜登 那为什么他们愿意去保护他 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就是被披露出来的内容 那他涉及到时间又往前推了两年 这位情报人员跟这个高管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有接触 包括亨特拜登家族的钱财 这份文件的建立的时间可以推到2015年 一直往后推到2020年6月30号 这份文件完全被建立起来 完全被建立起来 内容基本上是这么个来处 那那个情报人员在提供这种叫什么联邦 FB1023这类文件的时候 他曾经获得政府的20万美元的奖励 原因就是说他提供的文件非常内容的非常准确 他的他的判断率极高 那这一类的文件是不能被第三方所佐证的 就是说FBI自己也没办法佐证 FBI自己不能佐证也不能跟自己现有的资料进行佐证 所以完全是凭借情报人员这位线人提供的个人的资讯 那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而这个人在有关这份资讯上长达数年之久 完成的这份整个资讯就是拜登家族的贪腐 而他跟这位高管就是乌克兰的这个高管进行过无数次谈话 应该是从2015年就有了 那媒体就披露出来呢 这位高管就是他 乌克兰人 那操守给钱的都是他办的 这个人是祸是祸 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说如果他要死了 那是有可能的 真正指证拜登和亲自给拜登家族钱的人就是这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被查 这是一个被福克斯追出来的内容 基本上我跟大家陈述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长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原文是在福克斯上 所以很显然这份文件非常详细 那他他当然他下面的指证就是说 FBI为什么不对拜登家族这么详细内容 为什么不对拜登家族提出这种调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们只讲这份文件 新闻撞稿人叫乔纳森 拿到了整个相应的文件之后 做出了独家报答 报道是说 这是独家报道 机密人是2020年6月 在一次采访中跟FBI人说 乌克兰TNT的公司的叫做BRISMA 高管向拜登总统支付500万美元 他的儿子是董事会成员 实际是两个500万 然后就介绍这份表格的内容 那表格内容就是当时拜登跟一个外国国民之间 有关刑事所汇的计划 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6月30号完成的 来自于高度可信的机密来源 而这位信息来源从2015年开始 在数年内跟这家乌克兰公司多次见面跟谈话 他的谈话内容信息对他进行了描述 所以他不敢在谈话中有任何记录 对不对 但他凭借他的资历和凭借他FBI政府对他信任 就是营造了这份文件 那这份文件就是讲述文件的性质 然后提到说 那BRISMA的高管想获得在日本 在美国的石油经营权 要必须跟美国一家公司合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要寻找最前进的最佳方式来获得内容 这就是2015年2016年 2015年2016年 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就找了这个人 就找这个秘密线人 那秘密线人当时就谈到说呢 亨特已经在你的董事会里 你为什么还要找我 然后他直接讲 他直接讲说亨特太愚蠢 亨特太愚蠢 所以他需要找另外的人去办这件事情 那然后高管就跟他解释 因为BRISMA必须向拜登家族支付钱 那而检察官 当时乌克兰的检察官叫 维克托正在调查这家公司 那并解释了在调查中进入美国市场有多么难 那维克托就是 应该是当时的乌克兰的最高检察官 最高检察长 后来拜登施压 就拜登总统施压 手里拿着十亿美元 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款 要求当时的乌克兰总统解雇总检察长 你不解雇他 他当时拜登去了乌克兰 说我只有六个小时 我就会离开的 在这六个小时之内 你把他给我解雇了 你解雇我就放行这十亿美元 你不解雇 我这笔钱就不给你 这都是非常公开的东西 但美国的司法部却没有任何指控 我觉得挺有趣的 真的又嫩有趣 真的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人说脱了裤子 穿着裤子不认账 没脱没穿 什么都没有 人说你在干嘛呢 我在做游戏 你有这么做游戏呢 那我们家是这么玩法 他是这个 你现在美国民主党都是这个 美国政府是这个 那你就没招了 对不对 他明明是耍流氓 然后你说他耍流氓 没有 什么叫耍流氓 他说你这不叫耍流氓 游戏啊 你没玩过游戏吗 你没玩过 天下不都是玩游戏吗 谁家这么玩游戏 你家不这么玩 他给你整这个 现在拜登就是这个 刚才拜登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 就是你的相关内容已经被公开了 说你拿走五百万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知道拜登怎么说一乐 傻小子钱在哪呢 钱在哪呢 这是今天的美国拜登总统 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FBI 弄了那样的生死搏杀 在他眼睛里 钱呢 我不知道 钱呢 就说流氓都不赔 真的 因为人如但分有一点点廉耻 他的自身的生命品质 就是他自身的生命就不会这么做 但拜登可以做得非常的游人有余 在这点上我跟你讲 川普真不是哥 我们一会再说 我们先说这个 然后这里他讲了 在这次谈话中 说要这个 这位机密人士曾经向高管建议他说 给拜登每个人五万美元 然后对方回答 你瞎扯是五百万 另外熟悉该答案的人士讲说 乌克兰高管告诉机密人士 一个拜登五百万 另一个拜登五百万 两个五百万 一个给儿子 一个给爹 五百万支付 是为了能够保留住 这家公司在美国 那而向拜登支付的问题 是透过另外的 叫支付游戏来完成的 所以支付游戏就讲说 各自付款是透过数十家银行来的 透过许多不同的银行账户的方式 去支付给了拜登总统夫妇 让调查人员至少在十年内 无法解开这个谜 这就是他们干的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美国最终会怎么样 但是呢 如果拜登完全被揭开之后 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去赞美美国 我不认为 因为一个拜登 绝对不会干成这种事情 那一个拜登 可以做了这么多年事情 可以稳稳当当 挣这种小钱 卖自己的肉 那美国的整个的 冠冕堂皇的一切 就在那放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是一个副总统 自己干的 自己的家族练摊的事 不可能 2010年以来 FBI就与这个人 与这个提供的资讯人进行了联系 支付给他20万美元 这是来表示这个人的水平 似乎对公司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认知 所以他认为机密来源的消息 对方应该是那个人 我们刚才解释了 高管被编辑了 所以他认为整个消息的来源 来自于他 这是被曝光内容了 然后拜登承认 他作为副总统的时候 曾经威胁过当时的乌克兰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然后也谈到亨特 每个月从乌克兰公司拿钱 然后谈到拜登当时扣了10亿美元 而这部分内容 拜登在2018年 在外交委员会的活动中 自己承认了 完全承认了 这是当时那段故事 而2018年拜登承认之后 2019年 川普要求佐伦斯基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民主党人就弹劾川普 整个故事就基本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们是议题的 川普因为滥用权力跟威胁国会 而被弹劾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就谈到这个表格 再谈到这个表格的时候 乌克兰 那个乌克兰的人 就接受了这位美国人 就这位情报者的奉劝 那位情报者奉劝他说 你们远离拜登夫妇 远离拜登家族 后来等川普被弹劾 前后他们又跟他有所见面 那他们说呢 他们非常感谢这位情报人员 说你的叫神域 就是乌克兰人比较 还是在信仰上比较那个 比较比较比较关注 就说是你们帮助了我们 我们确实 我们确实远离了拜登 远离了拜登之后呢 少了麻烦 大概讲是这样 这里面他就谈到那位高管 对川普的胜选的不安 因为川普会反腐 所以后来他就跟他说 神域 就是一种劝欲 远离拜登夫妇呢 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故事 那这件事情怎么来的 那位情报人员率先找的是格拉斯利 美国参议员 是这位情报人员主动找上门的 然后讲了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使得这件事情被披露出来 所以举报人先去告诉了格拉斯利 然后和另外的参议员叫柯默 是当时肯塔基州众议院 监督委员会主席柯默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么联系起来 把这件事情给揭出来 那目前更加如何说 这就没什么可讲 当这个文件被披露之后 白宫拒绝评论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